台南人啊 你離開台南多久 二十幾年 對啊 我反而來台南多了 欸 你 你常來 我常來啊 是 有這麼好啊 對啊 台南很多好吃的 但是最重要我要講 今天這個記者會喔 郭哥可能是第一次感受這樣的氣氛 你演這麼多的劇團的戲 有沒有遇過有一次記者會 這麼多記者朋友來 關心藝文活動 然後連副市長都來 沒有 沒有對不對 只有台南 這是全台灣各縣市唯一的 為什麼呢 我上一次來就很感動 有團 另外一個劇團來 然後我們台南文化中心喔 把整個記者會現場都安排好 記者會現場 所以劇團只要人來就好 所有的東西都setting好了 記者也幫我們都發好了 一般劇團要去聯絡 沒有 就只有台南 文化中心都幫我們聯絡好 然後文化體力 所有的議員界的這個記者媒體先生 都來到現場 我們到其他縣市沒有一個副市長 要講副市長 就連副局長都沒有人來多 然後只有台南是來 對 這樣還要講一句 好好感謝一下好不好 感謝感謝 副市長跟副局長 你講到這個真的是 台南這個真的很重視這個議文文化 我們有一次喔 這個屏風表演班 在那個仁德 還是哪邊 露天 露天演一個劇 然後呢 散化 散化 然後下大雨 真的啊 下大雨 然後下大雨呢 照理講那個露天的演出應該要取消 真的很大的演 其實我們就看到台南市長賴清德 他就坐在台下 跟著大家一起臨子 把那場戲看完 我真的好感動 太感人了 對啊 所以說這個台南啊 這個對我們藝文文化的推動 真的是感謝自己 哎呀這個 這一次呢 我們骨頭劇場來到台南 帶來的這個戲 剛剛副市長有講說 那為什麼一般劇場 有時候在台北可以演七場八場 然後有時候到中南部 就比較少巡迴 到其他城市 因為其實真的演出成本 包括我們一次演出 大家可以看四個演員 為什麼請四個演員 大家如果來看戲就是要 錢都花在影像上 花在舞台上 那個舞台很大 很大 舞台上搭一個三米高的天橋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彈簧蟲 那個彈簧蟲是 就是蟲哥要上去跳 可以說在這齣戲裡面呢 活命演出 只是為了一個 劇作家交代說 他要看見台灣 然後他要飛起來 結果他就被在劇中裡面 被一個飾演黑道 這個家庭組大哥女人 然後打著 被追打 被追殺的那個感覺 然後中間呢 因為我有穿這個OS 然後他就在那邊跳 跳起來之後呢 他就看見台灣 然後再跳起來之後呢 就看見台灣真是個美麗的爛牌 然後再跳起來之後呢 眼看這下子就死掉了 跳起來之後呢 他掉進一個堆滿建材的垃圾桶裡面 那跳起來之後呢 他就 他就彈出去 短短的 短短的大概兩分鐘之間 他大概在彈王床上面呢 跳了大概有八次 就是體操的那個蹦床嘛 那因為這個戲喔 很妙是說 因為我們國家文藝獎得主這個 紀偉然老師喔 他的死格很久 在出現的一個創作 他有點像是一個 郭哥飾演的這個角色叫冷博 冰卑 就是充滿失敗主義 然後對社會呢 就充滿了這個負面的這個看法 讀書人啊 做些哈文人啊 對社會很多不滿跟意見 但是從來沒有任何的作為 那我是三十出頭 他五十出頭 那我是代表一個就是很敢衝 很敢說很敢做 然後很刻意 環式不計較後果 對 就是往前衝 鴛鴦麻辣鍋就是這樣 我是比較熱的 麻辣的部分 他是比較淡的 白的淡的清湯鍋這樣 但是我們兩個的個性呢 卻代表著台灣的兩種的力量 比較 比較極端 比較不一樣的兩種 就是個性跟力量 那當然 其實這個戲有看起來 其實它其實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是個人個性上 思想上跟社會人際關係 理解反思 所以這個人有憂鬱症 然後又有這個恐慌症 還有懼高症 還有焦慮症 還有焦慮症等等 我有一些症狀的都在我身上發現 因為一場意外的車禍 我們兩個認識 寫了不解之言 然後兩個一起在城市裡頭冒險 那好玩的是說 這個編劇它是一個天馬行空的編劇 我們常說它是不負責任 對 因為一般負責任的編劇 寫的時候會想說 這個導演能不能做 這個舞台上能不能責任 他不管 他老師認 這個 這個 紀未然老師認 他就一句話叫 一腳踢飛 什麼叫一腳踢飛 請問一腳踢飛怎麼演 那我們當然想說 一腳踢飛就掉鋼匙嘛 一腳一踢這個就拉起來 這個就飛起來 就不是啊 因為掉鋼匙又有它的危險性 結果後來我就跟導演說 我們是不是去練那個彈簧那個蹦床 就去體操館接一個蹦床 就真的練 然後就真的在 把蹦床架在三米高 那你彈起來人就四米多啊 所以那個就這麼窄 比這個舞台還窄 所以我只要一跳彎出去就下去 那就是告別演出了 那那個就是 當場是掃映演員 那他呢 這個叫鐵馬行空的編劇 遇到一個有酬必贏的導演 這導演他 因為他是台灣最重要級的歌舞劇導演 他做過任何任何形式的演出 跟編排 所以大概什麼東西都難不倒他 有酬你一起來算他就有必應 所以什麼東西他都聽說 結果就什麼都做 那我們四個演員叫做 使命必大的演員 所以導演要什麼 我們也就盡量把他達成 所以在舞台上各位看 四個演員二十幾個角色 然後剛剛有一場戲是祝福大會 我們四個人在舞台上有八個角色 只要轉身他就是另外一個角色 那剛剛各位看到的都還不是重點 因為重點要等到劇場看 那重點是最刺激的時候是 八個人同時在舞台上又是吵架又是互罵這樣子 然後郭哥是 我跟那個范瑞君是金中角的最佳女配角 我們兩個是左邊右邊各一個人 各一個角色 對 轉過來是這個 轉過來是那個 那郭哥是坐下來戴著眼鏡是一個角色 戴著帽子是一個角色 然後站起來戴著眼鏡 脫掉帽子戴著眼鏡 就另外一個角色 那更厲害的是那個 剛剛演那個社區主委 大家只看到他正面就這樣 他正面是一個角色 反過來又是一個角色 反過來怎麼演 戴著一個面具 那個手要凹過來 手要凹過來 他要握手 手要這樣看 手要這樣看大家 戴一個面具這樣 所以很妙 那場戲是我們整個很大的一個爆點之心 當然剛剛有講到說可以比美白老會的影像設計 我跟郭哥最後會在一個廟前面 兩個人秒變 瞬間就變成兩隻廟前面的石獅子 他有一種很奇妙的意象象徵 那我想這個戲其實 非常有意義 對 非常有意義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這兩種的力量 最後為什麼變成兩隻石獅子呢 他們在守護些什麼 守護一些台灣僅存的一些 既有的文化 還是說 或者一些觀念 等等 所以說這個戲呢 非常的深入 但是又淺出 又表達出來這個 巨作家誰要表達的這個意思 代表整個台灣 近期的一些文化 深入淺出 看到沒有 居然說成語了 他不出來是海專畢業人 不是挺而走險 又講成語 所以可以跟各位鄭重推薦的東西 當然 果陀劇場 剛剛副市長有說 這是我們台灣最老字號的一個 非常好品牌的劇場之外呢 然後我們四位演員 都入圍過 不管是金鐘獎 或是金馬獎 也甚至有得獎 我是沒得 你得過 我入圍山山 沒關係 你這不敢推薦 然後呢 這是我們本土架槓自己編 自己到的 不是翻譯的 真的是 在排演這齣戲的時候 我相信我跟這個蟲哥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有感觸 就是說 從頭 接觸到劇本的時候 就覺得說 這個不想要怎麼介入 因為大家知道 又淺基老師寫的劇本 就比較 剛硬一點 對 也比較深度 很深的一個劇本 但是呢 經過這個導演的 這個橋手的安排 然後結合很多的影像師啊 然後這個動畫師啊 結合在舞台上面呈現的這個畫面呢 加上演員的表現呢 我們呈現了一齣非常的這個 讓人家能夠接受 非常好玩的一個戲在上面 視覺 聽覺 感官享受 滿足大家的感覺 剛剛也看到有人唱歌 他那個是學聲樂的 唱得非常好 在歌舞界非常有 那這次擔綱我們這個 裡面的 所謂要唱歌的 非常亮眼的表現 那當然另外還有這個戲 跟一般戲不一樣 一般戲喔 會有故事慢慢的哭成 沒有 我們這個戲結束很快 啪啪啪啪 然後跳過來跳過去 跳過來跳 然後大家笑一笑 哇來不及就趕快 到另外一邊去笑這樣 哭一哭 哭一哭又 又笑不出來 笑不出來又哭了 然後結束之後呢 可以讓大家 感受就是慢慢的回味 好像沒有一個證 證證證 就是說大家都 一致的一個答案 然後說有人看了 覺得我是他 幻想出來的一個角色 另外一個 那有人說我們是 真的卻有其人 也有人說我們兩個 是從天上下來 變石獅子 然後石獅子在變成人形 來保護這個城市 這樣就是給大家 很多不同的想像 那我覺得這是 一個戲劇很難達到的 一個境界 所以讓大家有笑 有開心 有一些感動 有內心的感觸之外 回家之後 可以再三的玩味 當中的各種的滋味 這也就是戲劇 它的很有趣的地方 好的 大家 觀眾朋友看完了舞台劇之後呢 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決定 都留在觀眾的腦海裡面 會有餘韻 然後大家這個 這張票就不是在出劇場之後 就買單了 其實回到家 還一直在使用那個票的那個錢 那種感受 有沒有 那個戲看了 對戲裡面很有感覺 就是我們真的 這次我跟崇哥演完這齣戲 我們越演越覺得這齣戲 非常的有味道 非常的有味道 就是欲罷不來 楊謙佩剛剛大家看到 佩佩那個女的 她看完之後 台北場又上禮拜 帶著她老公到桃園 到戲廚又去看 然後就說哇 這個戲真的是越看越好看 這真的絕不是老王賣瓜子賣自瓜 是越演越有味道 對啊 那 這次是我們台南文化中心 就是我從小 在這附近的館長大 然後台南文化中心 是台灣 地方的這個 這個文化 就是演藝館 算可以媲美那個 國家劇院 也是最大的劇場在這邊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大 大概有 1800元 文化中心的話 應該是最大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很難得來到台南 希望各位媒體 不用 我多幫我們推薦一下 因為我們這次是禮拜五 禮拜六 那禮拜五的這個票房 因為大家還在上班 可能這個 稍微差了一點 希望媒體先生 能不多幫我們宣傳 是 那這個一個兄弟 不是沒有任何政治的 也沒有任何黑社會黑到 沒有 是很個人的 如果有政治的話 除非只有我們兩個人本身 剛剛副市長有講到 我相信這件事情 很難有一個答案 尤其是看完這件事情 每個人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希望說 我們所有媒體的記者 可以說 我們的一個兄弟 到底是阿拼 跟我親切嗎 還是說真的是那個兄弟 希望大家 你不要看他 這樣你就知道 謝謝 感謝大家 也希望大家要支持我們 本土的創作 阿咧好嗎 好嗎 謝謝